牡丹楼的头牌被精神捕快 强行扑倒在地 可赶来的刘捕头 却不怪手下许久闹事 偏要怪头牌一闪不整 随便给他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 便直接将其押入大牢严刑毕供 在得知头牌是盲人以后 刘捕头又顿时来了兴致 因为据他所知 朝廷重犯柳云飞的女儿也是盲人 他统领的飞刀门 人人善用飞刀 转杀朝廷重臣 后来柳云飞被朝廷所杀 飞刀门便因此展开了疯狂的报复 此事成了朝廷的一块心病 当朝皇帝更是放下天价宣赏 谁能剿灭飞刀门 便能加官进爵 赏金千两 而刘捕头初见盲女之时 便觉着他的体貌 与传闻中柳云飞的女儿极其相似 再加之 手下从盲女身上搜到的飞刀 就让刘捕头更加确定 这盲女正是柳云飞的女儿 立功心切的他 本想顺藤摸瓜 查出飞刀门的老巢 可谁料这盲女嘴硬得很 刘捕头与捕快隋锋一合计 当即便为这目盲的头牌 两身打造了一出美男计 深夜隋锋假扮贼人 接走盲女 确认安全以后 盲女便开始好奇隋锋身份 看着盲女吱吱呜呜的样子 隋锋还以为她在害怕 但其实盲女只是不解 隋锋驻足一笑 她的随性让盲女心生羡慕 她的风流又让盲女面红耳赤 一双鲜鲜玉手 忍不住地在隋锋的肉体上 不断忧移 自下而上 摸到腿便知她庆功过人 摸到手便知她刀法无双 摸到胸便知她心跳平稳 绝非说谎之辈 正欲磨练之时 忽有追兵感知 见四名小兵来势熊熊 却并无杀意 隋锋便知 此乃刘捕头 有意设计 随手设了四剑 小兵应声倒地 看着衣衫不整的盲女 隋锋心疼地将她揽入怀中 寒平默默 言语温柔 也不知是假戏真情 还是真戏假意 说话的功夫 二人以炮制一处河边 隋锋移到此处 便历史用宝刀 在附近弯了一个大洞 随后拿出一套男装 让盲女洗净后换上 为了自证清白 更是以指弹刀 渐行渐远 可谁料 下一秒 她就赴松鼠鱼刀上 来了招 声动机析 看够了 麻烦第3过来 隋锋大侠嘴上说着 不看不看 可身体却很诚实地站在原地 盲女换上男装 更显英姿洒爽 隋锋大侠随处风流 对方越正经 她就越下流 她再也忍不住内心躁动 双手在盲女身上 不断游移 肆意摸缩 一句话 好似打开了隋锋身上的 某种机关 让她如同饥饿的野兽 瞧见血肉般 啃上了对方 那含苞带放的两半香唇 却在这关键时刻 一只苍白的手 将所有的暧昧幻想打破 入夜隋锋趁着盲女熟睡 来到与刘捕头约定的地点 刘捕头告诉隋锋 今日一战 足以蒙蔽盲女 此后兄弟们也不会再来 两人分别时 刘捕头还不忘提醒隋锋 待隋锋赶回 便在盲女的指引下 一路向北 两人日夜奔驰 来到一片山野浪漫处斜角 侧骂过草地 彩花 这么依人 盲女感受着掌心传来的阵阵花香 一股莫名的浴火油然而生 可下一秒 刘捉兵 花烟刚落 便见两名官兵 从远处下来 隋锋不解为何刘捕头 会出尔反尔 她用眼神暗示对方快走 可对方却大骂隋锋 是劫鱼的狗贼 谈话间 杀招尽险 隋锋为了自保 不得不手刃同僚 事情走到这一步 已经完全超出了隋锋的预期 她再度找到刘捕头 想问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才得知 此案已被总捕大头全面接管 这些人 乃是总捕大人亲自下派的盾牌兵 总捕大人认为 想要取得飞刀门的仙人 便不能演 所以这些官兵 并不知道隋锋的真实身份 过不了多久 下一批追兵便会干制 可摆在隋锋面前的 却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被他们杀死 要么杀死他们 霍妙里 盲女询问隋锋 她对自己究竟是真心 还是假意 这一刻隋锋心乱如麻 却还是故作轻松的 给出了解释 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 从慢心期待到绝望离开 即日光景 好似难科一梦 盲女走在路上 枯杆前方 有杀气来袭 唐空躲过一击 便立刻将双足 乘于两竹之间 翠绿的光 翠绿的影 引导到杀气在这生机盎然的翠绿下 乍然惊现 盲女听声变形 苦苦支撑 关键时刻 隋锋再次杀出 救下盲女 盲女欣喜不已 因为她知道 隋锋一定会来 可随着官兵越来越多 两人也逐渐力不从心 被困在竹中 动弹不得 绝望之际 忽悠数十把飞刀破空而至 杀人破阵一气呵成 隋锋知道 这一刻 他终于获得了飞刀门的信任 飞刀门的新门主 热情款待了隋锋 他瞧出隋锋对盲女有意 便要做主将盲女驾驭隋锋 隋锋听后大醒 正欲跪地感谢 却被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 扑了个措手不及 而同样被捕的 还有刘不头 原来飞刀门早就知晓了 二人的计划直到此刻 那隋锋才发现 盲女并非盲女 他本名叫做小妹 便是制造这一切的布局之人 隋锋看似隋处风流 实则早就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另一边 老宝已将刘不头压制野外 可一刀落下 断的却只有竖着他的绳子 原来这刘不头 竟也是飞刀门的人 而且与小妹 还是多年的情侣 只是他一直奉刘云飞之命 潜伏在官府之中 一呆93年 三年来 他对爱人的思念 是一天多过一天 等到二人终于有机会相见 却要在一路上 看着他与自己的好兄弟 不断缠绵 而他压抑的情绪 终于在碰到小妹的那一刻起 彻底爆发了 刘不头一把扑倒小妹 可肌肤相贴的瞬间 却尽显尴尬与陌生 老师恩默默复出的三年 终究还是低不过 渣男甜言蜜语的三天 这一刻 刘不头终于明白 为何飞刀们纵暗身穿一袭绿色 知晓了这含义的他 再也不顾小妹的拒绝 执意要找回那丢失的三年 可他的冷漠 却让刘不头更加恼羞成怒 便在此时 一柄飞刀舌来 直直插入刘不头的后背 刘不头虽是不愿 却终究还是妥协 他的沉默退场 正是无数老师人的悲哀 与此同时 新闻主看出小妹已无心复仇 便要求小妹杀死隋风 了却这段孽缘 可小妹带着隋风 从山这头走到山那头 却始终下不了手 走到最后 他还是放走了隋风 他为了报仇 不了一辈子局 可眼前这个男人 仅用了三天 便让他满盘结束 偏偏隋风那清澈的眼神 让他根本恨不起来 所以他只能去爱 爱到干柴烈火 爱到地老天荒 事后 衣衫不整的隋风 想劝小妹一同离开 却被小妹拒绝 这是他第一次 做出背叛师们的事情 也是他第一次 忠于自己的内心 他站在原地许久许久 直到隋风的背影 消失不见 他这才骑上快马 朝着丛林的更深处跑去 这一次 他要做自由自在的风 不再做没守成规的人 各位少侠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后会有期